2016年6月20日,台灣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公布未來12項國艦國造計劃,其中最為人觸目的當然是新一代巡防艦,即是鎮海計劃。 鎮海計劃最重要的性能是要配備雙位陣列雷達。 預計使用中科院研發的艦載雙位陣列雷達和信聯艦艇作戰系統,成為台版神盾艦。 台灣海軍對新一代巡防艦的要求是艦長135米、闊15米、吃水5米、排水量4,500噸,配備32管垂直發射器。 航速28折,續航力達4,500海里。採用與多功能人員運輸艦相同的艦體設計。 而且可以依實際情況將排水量提升到5200噸左右。 鎮海計劃預計建造六艘。 但是,四年來鎮海計劃的進展很慢,將系統小型化,降低安裝重心這些相關的設計也遇到平頸。 因為研發遇到困難,項目經費都是被削減。台灣海軍本來在2019年的國防預算入面,為新一代巡防艦申請16.5億新台幣的經費。 但是,在立法院審理國防預算後,新一代飛彈巡防艦的16.5億新台幣經費被大幅削減14.8億新台幣。 剩下的1億6千萬也遭到凍結。要等國防部向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專案報告後才能用。 整個項目來看,鎮海計劃的最大困難是中科院研發的雙匯陣列雷達要縮小到足以裝在海軍要求的4500噸船體上面。 最近更加傳出,海軍要放棄中科院自製的艦載雙匯陣列雷達,希望向歐美採購雙匯陣列雷達和作戰系統。 但是這樣是不是代表中科院的科研能力差呢? 其實要怪的就怪台灣海軍。 台灣海軍當初要求新一代巡防艦的排水量是4500噸,要有四面雙匯陣列雷達, 和配備三十二管垂直發射器。這些根本就有點不切實際。 因為當今世上只有俄羅斯的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級巡防艦的排水量和配備, 和台灣海軍的要求差不多。 雖然排水量4100噸的挪威南深級也是用美制SPY-1F雙匯陣列雷達, 但是南深級沒有區域防空能力,不可以作準。 其他歐美配備雙匯陣列雷達的新一代巡防艦,排水量都會去到6-7000噸。 要將四面雙匯陣列雷達放在4500噸這麼小的船體上,不容易的。 對第一次將雙匯陣列雷達放在船上的中科院來說,要求實在太高了。 其實,中科院可以做出艦載雙匯陣列雷達已經是很厲害的事了。 中科院在順達計劃裡發展的艦載雙匯陣列雷達, 是以陸基天弓飛彈系列的被動雙匯陣列雷達為基礎。 探測距離可以超過300公里。 已經可以滿足台灣海軍就探測距離的要求。 如果要安裝中科院現在的雙匯陣列雷達, 新巡防艦的艦載雷達就要放大到排水量達5800噸以上。 其實這個噸位是非常正常。 歐洲的新一代巡防艦都是這個噸位。 而且,台灣海軍還想要四面雷達。 歐洲很多巡防艦也只是用一面雙匯陣列雷達, 戰力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如果台灣海軍認為面對解放軍海軍是需要四面雷達, 那都應該需要噸位更大的艦艇。 就算台灣海軍決定向外採購艦載雷達, 都很可能根本是買不到,買到都不便宜, 搞到整個鎮海計劃的成本上漲和延長的事情。 台灣現在要跟歐洲國家買軍備已經是近乎不可能, 就算現在跟美國的關係很好, 也不等於美國就一定會將SPY-1F這些雙匯陣列雷達賣給台灣。 與其增加整個計劃的不確定性, 倒不如簡簡單單,增大船體更實際吧。 現在中科院的順達計劃雷達已經有一定的成果, 而且也成功在MK41垂直發射系統發射天弓三型飛彈。 整體系統整合更容易方便。 其實,如果鎮海計劃成功, 它的戰力絕對有潛力成為台灣海軍的新一代主力。 所以,就算加大排水量可能會令到造價上升, 用中科院的系統也是絕對值得的。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鐘底,like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Media 和Instagram。 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啦!